我回家有大概一个礼拜了 在前几天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外婆 因为外婆年纪比较大了 今年外婆已经84岁了 所以我就想每一年回来 我都应该去看一下她 因为觉得老人家 可能都没有几年了 稍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外婆家 还有我的外婆 这里就是我外婆家了 这是我外婆 你在看什么 这个房子很老了 这个房间我记得以前是我外婆跟外公住的房间 我也经常会过来住 这个床都已经很老了 快倒了 这里是柴 用来烧火做饭 充满了俄石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来外婆家了 因为外婆家好多小孩子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现在长大了 现在长大了 回来的时候表妹啊表哥啊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 都有小孩了 刚才那个小女孩就是我表妹的女儿 这里是我外婆现在住的房间 比较暗 还有一台小电视 她说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看 太黑了 老婆现在在做饭 她说非要做饭给我吃 让我吃完晚饭再回去 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其他地方 你叫什么名字 说大声一点 叫什么 听不见呢 说普通话好不好 那你几岁啊 五岁 五岁啊 这么大了 长得漂不漂亮 你妈妈是谁 那我们去玩吧 走 这里是我小时候住的房间 现在已经被拆了 我弟弟是在这里出生的 走啦 我们去池塘里面看一看 基本上老房子都已经破成这样子了 都快被拆掉了 在山下的话 基本上年轻人都会出去打工 然后只有老人家 像我外婆这么大年龄才会在家里面 或者说是一些爷爷奶奶们带小孩子 才会在家里面 只有过年的时候 年轻人才会回来一下 他们会在外面挣钱 挣完钱之后就会回来做新房子 所以基本上老房子里面住的都是老人家 新房子里面住的是年轻人 我们喜欢把衣服晒在门口 像这样子 因为我们觉得太阳能够杀菌 所以衣服也会有一种香味 小时候特别喜欢来这里 这个村的话比较里面 所以空气也比较好 前面就有一座山 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池塘 这就是那条池塘了 这个池塘很长 比较大 我们喜欢在池塘里面洗衣服 乡下人都喜欢在池塘里面洗衣服 觉得洗得很干净 小时候 我记得这条池塘非常干净 现在好像很多垃圾 走 我们走 去那边看一下 明天就是除夕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洗鸡 明天过年都要吃鸡 那一片全部都是田地 还有坟墓吧 应该是 小孩子特别喜欢吃零食 你在吃什么 你在吃什么呀 好不好吃 城下的小孩子都比较害羞 一般你问他话 他们也不会跟你回答 只会特别害羞地走掉了 前面有一只小狗 这狗是谁家的 我们这边是没有垃圾桶的 所以基本上垃圾都会扔在地上 然后家里面的垃圾会扔在一个集中的地方 最后把它烧掉 跟城市里面是非常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一个不同的是在农村 人老了过世了之后 是不会火葬 我们喜欢把老人家买在山上面 像这一个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等一下 这是一座坟 没错 对了 就像这样子 走 我们继续走吧 我们这边的人特别喜欢种青菜 家里面种的青菜特别好吃 因为没有农药 很干净 也很健康 时不时才能听到鸟的叫声 你们是不是听不懂 我们刚刚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说的是家乡话 江西话 学过中国话的人 应该都知道 在中国除了说普通话 那每一个地方的话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一个城市的人 是听不懂另外一个城市 能说的话的 刚刚这个小姑娘说 她爷爷经常走在水里面 抓鱼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鱼了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水里面有很多的鱼 随便都可以抓 还有几条 你累不累 好像有人在打爆竹 但你干净这些鱼了 这边 你带着呢 给我吃吧 谢谢 这叫什么糖 牛奶糖 那走吧 我们去你家玩 你先走 你带路 小心一点 不要掉到水里面去 你怕不怕 他不喜欢说普通话 走慢一点 等等我 有一股烟味 小时候经常走过的巷子 现在老房子都没有人住了 都已经被拆掉了 太可惜了 走 前面快点过来 小心不要踩到水里面 你会跳舞吗 不会啊 你再跳啊 跳跳跳 好漂亮啊 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呢 瞧 这只小狗在干什么 它在睡觉 在睡觉 你再说一下 它在干什么 我没听到 你说它在干什么呀 睡觉 对了 没有错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吗 这是厕所 这就是我舅舅家了 大家知道舅舅是谁吧 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 这是他们家种的菜 还有柴火 树 这是什么树啊 橘子树吗 是啊 我舅妈 看这房子好漂亮啊 刚刚新建的 家里面的人都很喜欢穿睡浴 这里竟然有花 好漂亮 这是什么花 我舅舅就在里面做饭了 这是我的电动车 我就是骑电动车 从我家骑到我国家的 看那小姑娘在干什么 你在干嘛 你在玩什么 在玩什么 在玩这个 玩这个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玩的 给你玩的 那小姑娘太可爱了 看他们这种了好多菜 有青菜 大蒜 生菜 胡萝卜 这栋房子 是我刚刚那个舅舅 原来住的房子 隔壁就是我外婆家 过来 那你小心一点 这个长得像一把伞一样的东西 是收信号的 用来看电视的 看这里的天够狼吧 还在做饭 饭马上就要熟了 我来看电视的 看完外婆家呢 我是想去我们自己的村长 走一走 我们家是帮到这边来了 其实我待会会带你们去看 我的原来小时候住的地方 这个房子是新房子 不算新了 十年前建的 然后那个房子是在我 十六岁之前我都住在那里 其实我之前有讲过 在过年的时候 人才会比较多 因为在乡下 年轻人一般都会出去打工 在外面工作 然后赚钱回来再做房子 其实我也是时候是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他们其实把房子做得真的很漂亮 然后只有过年的十几天在家住一下而已 我问我妈妈 我说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房子 妈妈说 那是因为等老了之后要住啊 我们我们村大概有一百多户人家吧 比较小啊 然后我也会去我最好的朋友家 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朋友 我还会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小时候住的破房子 这个路呢 是水泥路 原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这种的泥巴路 然后后面呢 政府就把它修成水泥路 在乡下 我们比较喜欢骑摩托车和电动车 因为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 就是估计也是买不起吧 因为买车其实还是挺贵的 我记得小时候看到的房子 都是那种很古老的房子 然后家里面基本上 每一家人都是比较穷的 没有钱 然后现在大家都出去工作了 回来都会赚很多的钱 像这样子都会做这样的房子 像别墅一样 大概都会做三层到四层这样 这一栋房子是我的堂哥 也就是我大伯的儿子建的 他应该是在浙江工作 每一年回来都会赚很多钱回来 然后也买了车 也做了房子 然后这一栋的话 就是我另外一个堂哥 也就是这个堂哥的弟弟建的房子 大家是不是在地上看到很多 我在拍什么 大家看到这几栋房子没有 这一间一间的其实以前是小学 至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 我的小学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然后到了四年级到五年级之后呢 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 也就是隔壁村去上学 在上完小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也得去另外一个地方上中学 其实那时候小孩子读书 还是比较可怜的 在冬天比较冷 小时候的冬天是比现在冷很多倍 手上也会长上那种 就是像我现在是没有 我以前小时候是会长洞窗的那种 会开裂 因为太冷了 要骑自行车去上学嘛 像这里啊 它就是小的商店 在我们这边呢 是没有那种大一点的超市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其实是看不见 他们应该在打麻将 年轻人回来呢 因为在外面工作了一年嘛 所以回来就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过年的时候最大的消遣 就是打麻将打牌 我爸爸就是特别喜欢的打牌 所以从小跟妈妈吵架 也都是因为打牌打得太多 从这里进去呢 是我原来住的地方 现在完全变了样 在前面那个地方 原来就是种了很多树 这一家是医院 小小的诊所 应该说不算医院 看 这里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只有一层 我记得当时这块地 这个房子 应该当时是花了一万人民币左右 其实不算贵啊 在现在看来 但是当时能建一个房子 已经很不错了 很黑了 里面都已经 一团乱 以前就这么小的一个房间 妈妈爸爸住在那边 我有一个很小的船住在那边 然后那里有一个电视 就是很简单的摆设 这里就是放着桌子 然后平常吃饭啊 就在这里 然后从这里有一个走廊 走过去就是厨房 我们家很脏 我们应该没有看过这个吧 这里呢 其实是水井 我们喝水都是喝这里的水 现在应该没有用了 应该是可以 可以打水上来这样子 洗澡就在这里洗 那边是我大伯家 我奶奶是有五个儿子 爸爸是老三 然后这个大伯是老二 原来的时候 在我小的时候 其实那一片地 是一个小池塘 很漂亮 那个水也很干净很干净 现在好像被填了 他们现在在这里种了很多菜 现在他也在建房子 从我弟弟出生之后呢 我们回来住的时候 其实住的是这个房子 看它就是很老的房子 就是这一间了 然后后面我们搬到那边去了之后呢 这个就给我最小的叔叔住了 这是我的爷爷和奶奶 爷爷在我们应该是在我16岁的时候就因为得癌症去世了 奶奶是几年之后忽然间 忽然间倒下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反正就忽然间走了 这里是池塘 我之前有讲过 在我外婆家我就有讲过 我们这边的人是喜欢在池塘边洗衣服 其实有的人都是有洗衣机的 但是他们不喜欢用 就是不喜欢用洗衣机 这里是我老四叔叔家 他们也是经常在外面打工 然后也很少回来 这个是我婶婶 我去看一下我表妹在不在家 这是我妹妹 唐妹 听听 我唐哥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 欢欢 不好意思 看打牌无处不在 你在干什么 你说你在干什么 说大声一点 你在吃什么 我在吃面包 你在吃面包啊 好不好吃 那你要不要给我吃一点 谢谢 我再给你吃一点 好不好 回我家去拿 好不好 从这条小路过去 那个是我朋友家 小时候的同学 看谁在玩手机 噓 我要去夏达一下 有许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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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买的小狗狗 之前还不肯吃饭 现在可以出来跑了 出来晒太阳了 原来我奶奶是住在前面那一栋房子 现在应该是没有人住在那里了 这是我最小的叔叔生的女儿了 叫 你叫什么名字 你能告诉他们叫你叫什么名字吗 说大声一点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说我叫徐 徐什么 徐 徐应方 徐应方 好好听的名字 那我们走吧 太聪明了 就是前面有一棵树的那个地方 那就是原来我奶奶住的地方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有跟我奶奶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就住在这里面 很古老 现在已经锁上了 我记得我奶奶告诉过我小的时候 在这个房子里面有出现过蛇 就是很大一条蛇 在房间里面忽然出现 吓死了 小心一点 不要把脚弄湿了 走 慢慢过去 对了 哎呀 现在从哪一边 从左边还是右边 你想从左边过还是右边过 从这边还是这边 这边啊 那我们走吧 你没有 你来过这边没有 来过 什么时候来过 你现在就是小时候啊 你现在不是小时候吗 你现在长大了吗 有没有长大 长大了 长大了 我小时候很矮的 你小时候很矮的呀 那你现在很高了吗 有没有我高 没有 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能长成我这样高 大 你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我多少岁了吗 没有 没有大 那是我大伯呀 哪里呀 那也是我大伯呀 你怎么认识大伯的 哦 这里又有人在打牌 妈妈 你妈 谁在打牌 你认识他们吗 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啊 哎呦 你买玩具你有钱吗 我手机在响 这个小姑娘呢 她是在 从小是在外地出生 在浙江 然后跟着爸爸妈妈在外面读书 所以也不会讲家乡话 但是能听懂 只是会讲普通话而已 嗯 啊 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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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步 八步 嗯 看人家飞 就拿那多了 你 请进来的 请进吧 好 这里也有一口水井 其实原来的时候 大家是没有钱 自己挖井的 所以全村的人呢 都会到这边来挑水喝 车过来了 我们过来躲一下 去我家拿面包吃好不好 好 你还吃得下 我手都拍累了 不拍了 好了 那刚刚我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村的一部分 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 我没有走过去 因为都差不多嘛 老房子都被拆掉了 新房子正在建 年轻人回家过年 也都是打牌打麻将 好 那我希望我的视频 对大家的汉语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你们的汉语 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 拜拜 好那现在开始说 祝大家 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祝大家 怎么样 新年快乐 那要不要重新录好不好 祝大家 新年好 吉祥如意 发大财 发大财 说得太棒了 你说好 拜拜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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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